G覺醒出號機已經到啦 這個LOGO就是福音戰士跟哥吉拉的 全身你看得到綠的部分 舊版就是實色的綠 新版就是漸層的螢光綠 多了一個腳墊 請教做行李再加修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最聊怪獸 我是POPKAN 今天我們緊急上片 因為G覺醒出號機已經到啦 它上面啊的LOGO 它是一個PACHINGO的廣告的一個LOGO 真哥跟初號機的結合 為什麼初號機會暴走 就是真哥對著它的腹部的核心 鼓了原汁吐息之後 它就異變了 情況大概是這樣 就要跟你講說多少會有一點差異 就叫你不要太計較 然後萬膽 邪惡的萬膽 這以前沒有它 然後S Plus 後面我們要介紹 我們之前有幾款後面都沒介紹到 後面就是這個白HIKI 就是它已經取代金證了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這裡又多了一個LOGO 這個LOGO就是福音戰士跟哥吉拉的 OK 我們就一起將內容物開出 好 我們已經將所有的內容物開出了 我是已經組裝好了啦 它的尾巴是需要組裝的 然後還有附一個腳墊 它有附一個凹槽 這個凹槽是正好對應這裡 細的在前面 寬的在後面 至於它跟舊板上面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就要把舊板給請出來啦 舊板請出來之後啊 就是我手要扶著啊 因為舊板有一個通病啊 右腿會軟腳 所以它這次敷了墊子嘛 那我們要必須要說啊 日本人真的很會做生意啊 它其實可以重新再塑造這個右腳的這個毛病 可是我估計成本很大 但是只要給你這個塑膠塊 你會多少錢 還蠻奸詐的 但是你好像又不能嘴它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給你這個墊子 還給你設計的固定的勾槽 就是專屬用的墊子 那我們先從眼部開始講 眼部的部分啊 就是舊板的 屬於有銅人的 白色的眼珠 然後黑色的瞳孔 新版的部分啊 很像靈魂的那種 很像白眼 紅色的眼球 白色的銅人 然後再來是它的頸部 頸部這塊裝甲 舊板的是黃色 然後新版的話 它是黃色加舊化 頭部的盔甲的話也是噴一些舊化 嘴巴的部分啊 舊板就是灰瑜企 新版的話是金屬銀 肩甲的部分的話 綠色的部分是新版的 它是屬於漸層綠 銀光綠 右版就是綠綠的這樣而已 然後新版的部分到了 你看又要倒了 手部的話它就是上了很多舊化漆啊 有做一些乾刷 腿部也有做一些乾刷 腳背有做一些乾刷 就是刷一些不一樣的顏色 全身你看得到綠的部分 舊版就是實色的綠 新版就是漸層的螢光綠 背部的部分的話 新版它特別綠 舊版的它是頂端是銀色 然後下半部就是漸層綠 我覺得新版的會更好耶 因為新版雖然沒有舊版那麼豐富 但是新版會一文忘記就是忘號綠 好爽 電眼線的插槍孔也不一樣 這看起來比較塑膠舊版的 然後新版的它就是有加強乾刷 跟一些金屬綠 不是那麼明顯啊 我們肉眼看還好 但是強光打下去會折射 左邊的大腿跟右邊的大腿呢 有刷一些紫色 在新版上面看會更明顯 刷一些紫的漸層這樣過來 總結就是 新版全部都把顏色做加強 更起司 簡單講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多了一個腳墊 緊高做行李這個燒 如果重新掛一個腳的話可能成本比較高啊 趕貨的速度要快嘛對不對 你重新做一隻腳 可能貨就沒那麼快到了對不對 我們就一起進入細節展示階段 好啊 你看好 Wall Stre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观赏完细节展示之后 各位是不是非常喜欢这一款载版的拘绝型初号机 对啦 应该叫拘绝型初号机 因为是真哥色塔塔异变嘛 所以它本体还是初号机嘛 不能说它是初号机啦 个人我会觉得啦 如果你今天要说 绝对要说这一句啦 为什么 因为旧版的 我觉得除了背起的建成色 我找不到什么好处耶 然后又会软腿 所以是新版的比较香 综合评比起来 新版的会多 旧版的很多好处 但是就是 如果比背起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旧版的 建成刷得很漂亮 有买到的 恭喜你啊 这个也是很难抢 有机会回追的话就回追啦 OK 记得点击订阅我们大叔聊怪兽 还有按我们的赞 欢迎下面留言讨论 你对新版的感觉 还有旧版的感觉 那大叔聊怪兽 就为你播放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 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 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